从十章开始保罗谈到了 以色列人他们之所以没有办法得救的原因 就是他们虽然对上帝有一种真实的热忱热心 但是他们却按照错误的非真知识去热心侍奉上帝 所以他们试图想在律法上寻求义 靠行为得义 因此他们就在神所应许的福音或者说基督身上得以跌倒 因为他们拒绝了基督 律法的总结终结是基督 是凡信他的都必得救 但是犹太人恰恰却热心寻求律法的义 反而得不着这个义 那个外邦人不求这个义 反而单单凭着信心凭着神的应许而得到了这个义 就出现了这样的悖论 出现了这样的看似非常可笑的事情 那进而呢 无解到实际里面进一步保罗就解释了为什么律法的义 无法使我们在神的面前蒙运 反而是信心的义使我们在神的面前得蒙运 犹太人在这个律法上有误解 所以保罗进一步再解释 的的确确上帝在旧约当中就应许了信心的义 而不是律法的义 那五解里面摩西写着说 人若行纳出于律法的义 就必因此活着 这是使徒保罗引用旧约立位纪十五章五解的内容 前面教导了具体的礼仪什么等等 然后解敬礼啊等等 然后摩西就说你们耶和华吩咐摩西说 你们如果照着这个话去行就必因此活着 这是出于旧约里面 特别是五经啊 在犹太人的概念当中五经是最高权威 然后呢在这里面我们看到必因此活着 这里面我们不做过多的解释 就是指可以得永远的生命啊 你如果照着我所吩咐的如此行的话 就必能够得到永生 这里面我们可以说这是律法当中的应许 我们之前学药义也好 前面的罗马书解释也好 律法里面包含着应许 这个应许呢是你真正顺从律法 完全顺从律法 就必得生命 但是问题我们前面已经也解释了 因为人生为罪人败坏的缘故 无能的缘故 不可能靠着我们赐自己的力量 完全行出完全合乎神心意的那个善 律法的经意 比如说你们要爱邻舍 孝敬父母 单就孝敬父母这件事情 我们就做不到 固然我们可能有一颗孝的心意愿 然后努力去工作赚钱 给父母买好衣服 好看的衣服 喜欢的东西 甚至摆忙之中 挤出时间回家去看看 但是即便如此 距离上帝要求我们那个孝敬 是还差很远 虽然在社会当中 这已经算不错的了 甚至有些孩子 我们前一段时间 去那个饭店吃饭的老板 孩子是首尔大毕业的 在什么三星公司上班 五六年没见了 谁能相信呢 这就是现代社会 他即便他儿子再好 他没有办法 因为他卖身给那个公司了 大家可能不太了解 稍微打听一下韩国人知道 公司好 待遇好 一年什么几个亿 但是他们也比常人工作压力大 甚至几乎连州赚量的工作 付出的精力 工作那几年 固然比常人可能赚了好多倍的 这个金钱 但是他那几年 几乎没有个人的 这个闲暇时间去度假 等等 所以很多人就过劳 然后过一段时间就被替换掉 必须有新的那个体力 新的精力旺盛的人 高效率的人被输入新的血 然后有一部分少富庶人变成上层 大部分人被淘汰掉 所以丢子妹 这是现代社会 他没有办法旅行 真的笑 真的静 这点做不到 那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这个我们以前也谈过 虽然表面上我们不拜别的神 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只信度于上帝 但是我们心中 那个无形的偶像 我们自己可能成为我们的偶像 我们自我崇拜 自己爱自己超过爱一切 对不对 或者说这个我们在我们自身之外 更有更多的爱 所以总之呢 我们真的如果照着上帝的律法的经义 真正的意义去遵守的话 我们发现每一条我们都难遵守 比如说不可坚言 那我没有跟别人坚言呢 我看见父女动一念 换句话说 这个姐妹看见帅哥动一念 也照样 大家都会犯这个罪 那你说我从小到大 今天我一次那个一念都没动过 那你可能是这样的人不存在 对不对 所以大家都犯了 那犯了一条 你一辈子到死为止 犯了一条 众条都犯了 律法要求完全的顺从 完全的遵守 所以不仅是那个标准 要达到神要求那个标准 而且要持续到完美 直到死断气那一瞬间 我在一生当中 所有的律法都完美的遵守了 不仅是按照我认为的 我完全遵守了 而且是按照上帝的立场 那个至高的标准 彻底的满足了神 律法当中精益的话 可以被称为 但是这样的人不存在 除了基督之外 这样的人不存在 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遵守的 所以在这里面说 人如果那出于律法的义 就必因此活着 这是律法的应许 但是他要完全要求的条件 是完全顺从 因此实际上 这个应许真正享受的人 如果撇除基督之外 没有一个从父母而生的 自然人 亚当的后裔 真的遵守得到这个应许 享受这个应许的人 所以紧接着保罗说 唯有那出于信心的义 才如此说 你们不要心里说 谁要升上去 谁要下到阴间去 这是什么意思呢 升上去 下上去 天上至高的 阴间那是深渊的意思 原文的意思深渊 无论是最高的 还是最深的 两个起点 是人不可能去到的地方 也就是说 根本没有人能够 说出律法的教导 这是不可能的 指望我们自己去 全身手是不可能的 唯有出于信心的义 如此说 前面吩咐你们要如此行 就必得生命 后面紧接说 实际上我们没有人 能够实际的享受这个应许 到这个应许里面的条件 也就是说 要想真正承受这个义 不是靠着完全的顺从律法本身 而是要借着信心的义 所以一方面 摩西忠实的去教导律法 持守那个 无论是 当然这个律法 我们以前解释了 包括整个神话语 或者说包括狭隘一点的 什么一些礼于规条 摩西绝对是照这个遵守 但是这个律法呢 不仅是让我们按照这个形式 或者是表面去遵守 其中它是要带到我们一个地步 第一是借着它的预表象征指向基督 第二是 它要告诉我们 把我们圈在罪里 这个所谓圈在罪里是什么 让我们伏法 我们已经是罪人了 出埃及之前 以色列百姓已经是亚当的后裔了 但是只有到律法赐下之后 在他们尝试着认真去照着律法去生活的时候 如果他真的明白律法的经意的话 他们一定会感到绝望和无助 发现自己是一个 没有办法完全满足律法 只能按照律法被咒诅 一个悲惨的 一个需要上帝怜悯的这样的状态 所以他们每一次 每一天早晨要献番机 晚上要献番机 过节的时候要献番机 为什么 他们需要神的赦免 不是靠着他们好行为 自然的在神的面前得到称许 而是需要中保祭司替他祷告 中保祭司替他赎罪 需要有羔羊牲畜流血 去遮盖他的罪 他才能够蒙上他的怨纳 所以这里面要想蒙神的怨纳 享受和神的和睦 团契交流祝福 必须有自己行为之外的别人 祭生祭祀 为他赎罪 他才能够获得神的怜悯 所以实际上 律法一方面告诉我们严格 然后带来结果就是定罪 然后另一方面让我们指出 律法本身 这个规条和礼仪要求本身 是我们没有办法有出路的 所以律法最终引我们向基督 律法是迅蒙的师父 教导我们 明白我们是绝望的罪人 教导我们 只有在那个律法的总结 基督那里才能够真的获得 赦罪 诚意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实际告诉我们一个绝望 没有人能够遵守律法 上到天上 谁能上去把基督带下来 让他道成入神来到这个世上 谁能下到阴间 把他带上来 让他从死里复活 这个已经超越我们的能力了 所以实际上 一方面摩西教导律法 让我们忠于律法 另一方面 我们如果真的明白律法的经意 必然会带来绝望 无助 然后目光 从自身的努力和行为上 转向那个 唯有律法里面预表和预言 象征的那位基督 所以律法是迅蒙的师父 因此呢 不是 上帝的本意 不是让我们真的靠律法获得意 因为不可能 已经堕落了 所以唯有借着信心 仰望神的怜悯 就是那位基督 所以他后面巴结说 那他到底怎么说呢 一方面让我们遵守律法 就必因此活着 另一方面又指出 我们是不可能遵守律法的 实际上他说的意思什么呢 他到底怎么说呢 他说 这道离你们不远 正在你们口里 在你心里 你也不用升到天上 也不要下到地上 你也不要到处找 这道离你不远 这个得救之道 这个获得这个义的道 获得律法所启示的那个义 不是靠着律法得的义 真正获得这个救恩 或者是这个称义的道 蒙神接纳的这个道 离你们实际上不远 为什么 因为不是我们跑遍洋海陆地 去寻求这道 而是上帝反而赐给我们这道 拆遣基督来道成肉身 不是我们上到天上 把他带下来 是上帝拆遣 上帝主动 道救进了我们 所以耶稣称为伊玛内利 旧约当中 人远离了神 虽然圣洁的神 因着他圣洁的本性 和公义的缘故 驱逐了这个亚当下 离开象征着神 同在的伊甸园 于是他们就远离了 这个象征着神 相交的那个真正生命 的那个生命术 没有办法 没有权利接近 因为已经犯罪了 所以驱离 而且又把守 不让他们接近 那这种断绝之下 上帝没有就此结束 人类历史 反而继续 我们看到 这个有该隐献祭 亚伯献祭 等等 上帝已经在伊甸园里 赶出他们之前 教导了他们 一些祭司的内容 包括隐藏着 《约创世纪》三章十五集里面 我们所说的原始的福音 后来的这种献祭制度 渐渐的发展 最后变成这个 《出埃及记》二十章里面 那这种赎罪的概念 需要遮盖的概念 其实如果不是神启示的话 或者说当时古代近东 也有这种祭祀的 当然 创世纪的时候 是古代近东周边 已经有这种祭祀文化了 但是在亚当刚堕落的时候 没有别的人类 那他为什么要杀动物 去这种意识 这种想法 肯定不是人自己编造发明的 是耶和华用动物的寄生 宰了寄生 给他做皮子 对不对 所以这个很多都是上帝教导他的 因此我们看到上帝主动教导他 如何与上帝和好 后来等等 到挪亚 到亚伯拉罕 最后越来越清楚 亚伯拉罕的时候动不动筑坛 在哪里筑坛 求告神献祭的时候 上帝在那里想跟他讲话 后来渐渐的列祖时代结束之后 在出了埃及之后 正式的确立了这个整个一个以色列民族 整个出埃及的这个蒙招救赎出来的大会众 他们如何礼拜神的一个正式的一个规范给他们 到底在哪里 什么时间 如何献 在会幕或者节气 如何献 早晨 晚上 献祭的所有的规范 献什么样的动物 给他们定了规范 所以这个时候才正式确立了这样的时间 上帝教导他 上帝教导呼召摩西到山上来 告诉他造会幕的样式 亚伦的后裔如何去高略他们做祭祀 祭祀怎么去行事 当然那是后来出埃及记里面出现这个儿子酗酒 可能献烦火了 后来又规范他们 如何去献祭的这个规范 但最初是会幕 祭生 节气 都告诉他们上帝教导他们如何 亲近自己 所以那个祭祀礼背后都是有 辅音性的应许 一个有罪的人 如何与圣洁的神相交呢 透过上帝所告诉他们的方法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一方面教导 我们顺从律法 但是就单单顺从律法 字面本身是绝路 是没有办法单凭 祭生的血本身得到血祭 希伯来书已经解释了 而是透过他们遵守这些事情 本身里面所蕴含的那个精益 所以单遵守律法的意识 没有办法我们获得律法的 但是律法里面真正所指出的精益 我们去顺从的话 那我们必然要来到基督面前 因为祭物指向真正的祭物 基督 羔羊 神的羔羊 圣洁的羔羊 神所喜悦的 然后真正的祭祀 那个不死的 无罪的 永远的大祭祀是基督 所以只有他在那里 献了一次到永远的祭 才能够彻底的解决我们罪的问题 彻底的与上帝 使我们与他和好吗 一夫所说 二章十三节不是说 借着耶稣的血得以清净了 原本是与生隔绝的人 所以所有的律法 真正明白的话 只能明白两个事情 一 我们是绝望的 被咒诅的 没有办法守住律法 第二 律法是把我们引到 牵着我们的手 指向基督 把我们的目光引向基督 所以真正明白律法的人 一定会来到基督的面前 犹太人就跌脚 在这个事情 他们拘手律法的字句 又加上了很多凡夫所的规条 结果试图以这个本身来获得义 有意思的是 耶稣来了 他们却拒绝了 把他钉在石架上 真正带给他们义的那位义者来了 拒绝了 然后他们自己又热心的 守住那些古人的传统 那些字句 那些经义 那些仪式而已 所以他们无分于这个福音 因为他们不明白律法真正的交道 所以这里面保罗说 引用摩西的说 实际上摩西已经告诉我们 这道离你不远 正在你口里 在你心里 就是什么呢 保罗解释道 我们所传信的道 大家看和和本 大家的和和本 电子这个手机上 可能不会标示这个点 和和本上那个主 没有这个字 我们传信耶稣的道 信主的道 信耶稣是基督道 不是这样 原文里面是传信的道 和前面律法的义 和信心的义 是对应的 不是靠着律法获得义 而是靠着信心的获得的义 我们也讲过 这个希腊语的所有格 不只是所有的问题 还有源头的意思 不是出于律法 不是靠着律法而获得的义 而是借着 从信心而来的义 借着信心的义 所以这是保罗讲到 这两种义的对立 不是靠着我们 行律法 遵守律法 行为所获得的义 而是借着信心得的义 律法是主动的 你得顺从 你得行 你才能获得义 这个已经成为死路了 但是信心的义 我们上周三讲到了 这个是被动的 我只不过是接受而已 上帝赐给我基督 以信心去接受就好了 是被动的 获得的 领受的恩赐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看到 是所传信的道 信的道 再次强调 不是在乎律法的义 乃是在乎信心的义 那这里面信 我们一定要注意 信心本身不是功德 是被动的 是一个脏兮兮的手 伸出来的手 接过人的施舍 那个小钱也好 那个食物也好 物品也好 我们只不过伸出信心 作为一种工具 或者是形式上的因 因信成义 形式上是因为信 实际上根本的原因是 因为上帝的怜悯 上帝的慈爱 神爱是甚至将 他的独生子才赐给他们 对不对 爱到一定程度将 圣爱子赐给我们 叫信他的不知名 信心只是上帝 让我们领受他爱 和怜悯赦罪 神儿子生命祝福的一个 形式上的手段的因 所以那当然了 你要没有信心 肯定是接受不了基督 但是你有信心 那个信心不是 救你的根本原因 根本原因是神的怜悯 和基督的意 基督为我们赎罪了 然后上帝爱我们 要拯救我们的意志 然后我们信心 只不过是接受了 作为一个管子一样 接在这个恩典的源头上 使这个恩典 不受阻碍的临到我们 而这个管道呢 又是上帝设定的 上帝应许你信就得救 所以当我们信的时候 这个只不过是 被动的去接受 虽然是我信 但是我是接受上帝 给我的礼物 这个礼物本身的性质 不会因着我的信而变 但是另一方面 我们又看到 圣经告诉我们 连信本身也是 出于神的恩赐 不是出于我们自己 一副所书二章八节到九节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看到 你若心里认耶稣为主 心里信上帝 叫他从此里复活 口里 一个是口里 一个是心里 这里面提到了 从此里复活 和上面下 从阴间下去 把他从带上来 就必得救 那这里面就解释了 心里的信 和口里的告白 之间的关系 既然不在乎律法 在乎信 然后保罗说到 你要两点 一个是心里要相信 第二要告白 那到底他俩之间 有什么关系呢 虽然前面说到 你要口里承认 耶稣为主 心里信他 从此里复活的话 虽然先谈到了口里 但是后面 时节又说到 你因为你心里信 就得以称赢 口里承认 就可以称赢 所以根本是 先心里面信了 所以口里告白 告白是行为 行动 告白是承认 我信耶稣 我承认耶稣受主 无论是在众人面前 告白耶稣是神 耶稣是我的救主 等等 能够在众人面前 告白这种行为 因为我心里真实的信号 弟兄姊妹 罗马书写这个书的时代呢 基督教并不是什么国教 还是初期 罗马书成书应该是 主后大概100年之前 最晚的是这个 使徒约翰那个书信 九十几年左右写的 罗马书应该是六十几年 六十几年 尼路时代前后那个时期 大概那六十几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基督教还是 新兴的一个小的一个群体 然后犹太人视他们为异端 然后罗马当时 罗马政府还不太一开始 以为是犹太教的一个支派而已 所以就因为它是宽容政策 就默认 因为反正也是犹太教们 尊重你们的宗教 当他们后来发现 这个基督教和犹太教不同 而且又容易造成这个社会不安定的话 他最不允许的是帝国的不稳定 然后犹太教总是以这个政治口吻去控告 耶稣是什么 要背叛凯撒 要自称为王 又不给纳税给凯撒 这个是绝对政府不允许的事情 所以他们总是一开始是违背我们的律法 比拉多说你们自己处理吧 宗教的事我不管 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但是你说要背叛凯撒 不纳税给凯撒 这个可就涉及到政治问题 所以比拉多想推犹太人说 你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 你就不是凯撒的忠臣 不是凯撒的朋友 这个可了不得 涉及政治问题 他没办法推了 对不对 即便他的妻子提醒他 这个人的艺人的事你不要管 但是他也没有办法 为了稳定自己的统治 因为据历史当时 这个比拉多统治的时候 是非常恶名昭著的 这已经受到元老院的重视了 这个人再不好好干就拿掉他 结果还是最终历史证明 他还是没有做出稳位 所以在这种感受到自己统治危机的时候 他不得不做出的妥协 明知道耶稣没什么可定的罪 按照罗马法 但是他不得不 他也知道犹太人嫉妒他 不得不做出 这种非公义的判断 然后自己还洗手 跟我没关系 你们自己定他们罪吧 然后一辈子 我们所有的基督徒告白 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了 他没有办法推卸这责任 他最后做的判决 所以丢子妹什么意思 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基督教当时初期的时候 是以为是犹太教的一个支派 后来渐渐的意识到问题了 特别是到尼路左右的时候 虽然不是全国性逼派 但是开始正就是个别的王开始逼迫基督教了 在这种情况下 特别是罗马帝国里面 他们一开始信奉自由的各种 但是共同有一个国家的信仰 就是利用宗教 这个达成帝国统一的要素 就是凯撒为主为王 凯撒是真正的独一的主 你可以有自己的神明 但是凯撒一定要是主 是真正的王 那但是耶稣他自称为主 那就一个国里面有两个主 这个可能就面临着政治背叛的问题 谋反的问题 所以渐渐的有人称耶稣是主的话 所以彼拉德问他 你是王吗 这个是他最关心的问题 因为有人说他是王 然后自己有的时候还是称什么是王等等 他就问你是王吗 所以最关心的就是主的问题 那当那个时代有人在凯撒是主之外 又告白耶稣是主的话 一定面临着危险 被定罪 被抄家 被流放 或者是被杀头的这种危险 和今天韩国和中国 其实中国其实现在你告白 我是基督徒 顶多是被人笑 这个人脑子有毛病 虽然现在也变了 现在稍大家都普及了一些 尝试基督教是好的宗教 至少但是老一点 腐朽一点的 信什么神 都是些什么地 是吧 在中国可能会受人歧视那点 一信教 可能你这个人精神有问题 不科学 没文化 落后迂腐 或者说 不通世事 信什么教 好好赚钱 这才是最高的人生 最聪明的人 就是专注做 这个专心赚钱的人 是最厉害的人 所以一听信教 这个人闲得没事干 信什么教 那在韩国 你告白 你在大奸喊 别说信信 OK 我也信 我小的时候去过主治学 没有人去逼迫你 对不对 但是在罗马当时的 这个政治环境当中 告白耶稣是主的 说有危险 所以这个人口里承认 不单是像我们 今天这个处境 我信耶稣 我信耶稣 不管你真信假信 嘴上都可以轻松的说 我信耶稣 有的是为了剥夺别人信任 我也是基督徒 在国内的时候 遇到很多这样的基督徒 去过几趟教会 为了在以前那种时代 我是七十年代末出生的 八十年代的时候 有的时候 乡镇里或者说市里面 比较熟悉的 去这个小卖部 或者是马特 那个时候不叫马特 什么商店 什么供销社 知道的人举下手 然后去那可以设账 记上名字 张老三李老四家 到年末 或者是过一段时间 有钱给你送 可以凭着信誉 因为都知道嘛 书 然后有的人是 这个老板有点犹豫 不想设给他 我是信耶稣的 然后信耶稣的 一般人认为 信耶稣可能是诚实 就给你设了 结果后来赖帐跑掉了 这样的情况不也有吗 所以在这样的社会当中 你说你信耶稣 没有什么压力 不会掉脑袋 不会损失任何事情 但是在当时 你说你告白 耶稣是主的 是冒着生命危险告白 有人控告基督教 是虚假的宗教 说门徒们 自己编造耶稣复活了 但是请问 耶稣们为着自己的谎言 会舍命吗 《使徒新传》里记载 他们忘死我的那种传道 警告了以后 还傻呵呵的出去 乐点点的 以为为耶稣 名受苦一样去传道 如果他们编了谎言 最虚的是他们自己 他们竟然为自己的谎言 冒着不顾生命危险 去传一个谎言吗 不会对不对 但是这些人竟然 舍命去传耶稣 为什么 冒着这样的代价 去传耶稣 为什么 真心里相信 一个人心里真的相信 怎么可能不告白呢 当然我们刚信主的时候 可能是因为知道中国的环境 去哪 明明去教会 或者教堂礼拜 聚会堂所礼拜 我去那 不好意思 向别人说我信耶稣 因为我们都知道 中国人瞧不起信耶稣的 然后觉得信耶稣 有点奇怪 好像我们已经知道 对方在想什么 所以不好意思承认信仰 会那么讲 但是真正信心 有信心的人 不会这样 对不对 所以真正心里相信的 一定会告白 所以这个不是不道法 三言福音 你跟我做个迎接祷告 那种告白 那种告白 不能确立人 真的是得救 因为那种告白 可能是屈于面子 这个人太烦了 墨基这么长时间 给他个面子 赶紧打发他走吧 跟你做意思 耶稣我爱你 你是主什么 我知道你为我定死 这样 我也愿意去 什么把生命交给你 都跟着 阿们 阿们 然后哈利利亚 你就是天国儿女了 可能会这样 但那告白是没有任何价值 心里信才是重要的 所以弟兄姊妹 在这里面 我们要知道 口里承认 就必 成语 是吧 就必得救 心里相信 就必得救 最关键是在乎心里相信 所以还是这个问题 如何得救呢 我在乎律法的义 乃是在乎信心 这个信 是接受 就是像保罗所传的那个道 接受上帝 应许所赐的基督 相信主 相信基督 接受他 他就是我们 被称义的那个 治疗因 我们之所以被称义 不仅是因为神爱我们 怜悯我们 体恤我们的无能和软弱 要拯救我们 在创世之前 已经拣选了我们 然后他应许我们 相信 就可以称义 而这个称义的义 是因为 基督完全的顺从 基督赎了我们的罪 所以我们相信基督 基督与基督联合 基督的义 就算在我们头上 我们与基督联合 基督是我们的元首 我们是他的身体 肢体 教会是他身体 所以我们就有份于 基督一切的好处 在基督里的 一切的好处 都算在我们头上 我们就享受了 基督所为我们 赚得的这一切 所以我们被称义 是因为 父的怜悯 借着信心 基督的义 归在我们头上 所以这里面 不掺杂任何功劳 不掺杂任何功劳 使姐 因为你们心里相信 就可以诚意 心里相信 那位主 那位基督 为我们定实价 死里复活的那位基督 为了救赎我们 他定在实价 为了救赎我们 从死里复活 为我们所做的 这位基督 我们就可以 在神的面前 被上帝看为义 因为他已经为我们死了 赎了我们的罪 赴上了赎价 他已经复活 为我们赚得了义 所以我们就可以 在神的面前被称 口里承认 就可以得救 因为你的承认 冒死承认 告白 就证明了你真实的信 所以真的凭着 真实活泼的信心 去领受基督 上帝应许的救恩的话 就一定会得救 所以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看到 如何得以称义呢 不在乎律法 乃在乎信心 不是出于行律法 而是在乎 借着信 领受上帝 在基督里面 所赐给我们 应许我们的义 所以因此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一方面 解释了 延续着解释了 犹太人为什么 没有办法得救 很多人没有办法得救 因为他们拒绝了 真正的知识 真正救恩的道 就是耶稣和他的福音 所以他们还拘手 律法的依文和规条 或者是靠着自己的行为 得救 利自己的义 废弃了神的义 神的义 就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 就是让我们因着信 使凡信的人 都因在基督里 得以称义的这个义 所以而我们这些外邦人呢 可能绕过了律法 我们也不晓得律法 等等 但是我们只是凭着 信耶稣基督 福音里面 应许的耶稣基督 就可以获得义 白白的成语 当然另一方面 我们基督徒信主以后 也会隐藏着这种 试图行律法 来取悦于神的那种倾向性 不小心掉到律法主义里面 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献自责 我这么行为不好 我怎么能够配蒙恩呢 大家要注意 一个认真的基督 所努力去遵行神的旨意 这是好的 这也是必须的 但是我们有的时候是 思维里面稍微有点 掺杂律法主义那种要素 就是总把我在神的面前蒙恩 或者是蒙神祝福 跟我的这个行为挂钩 就完全抹杀了神的怜悯和神的爱 上帝的怜悯和爱 甚至应许很多都是出于他白白的恩典 当然我们已经成为神的儿女 过一个理所当然的 本分感恩的生活 不是功劳 这个我们学药义的时候 我们也会讲 赏赐之前也谈过 以后会更谈 就是赏赐这个概念 根本不包含功劳 我们做了我们应分做的 上帝乐意赏赐 他赐恩给我们 反映出来那个顺从的行为 表明他喜悦我们的顺从 但是那个行为本身既不完全 又不配得赏赐 为什么 做了应该做的 还有什么可称赞呢 做了对应该做的本分而已 也不应该称赞 也不应该赏赐 对不对 应分做的 我是无用的破人 我说做了 都是我应该做的本分 有什么可以称赞的 所以上帝赏赐 是出于他的怜悯和一种 教育学的角度激励 吸引我们 激励我们 但是不是功劳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信仰当中 有的时候 包括我自己在内 因为我们受传统教会的影响 你们要做 你们要行 无形当中 就形成一种 律法主义的思考方式 所以我们总 把我们蒙恩 蒙生喜悦 和我们的行为表现 这个对比起来 注意 这个不是说我们 就活得很烂的生活 就蒙生的怜悯 不是这个意思 因为保罗也说 断乎不可能 我不能在罪的事情上 显得神的那样 那我故意犯罪 让神的恩典显得不可以 在罪上死的人 应该像死里复活的人一样 有新生的样式 对不对 但是我们要注意 那种思考里面 有一种容易产生挫败感 或者是自意的这种 律法主义的思考模式 就是总是把我现在的行为 配不配和神祝福 挂钩联系起来 这是律法主义的思考模式 我们永远不配 我们即便做了对的事情 也不配得神的赏赐和祝福 所以蒙神的恩典 总是白白的 不配的 所以大家信仰的时候 即便有的时候自己活得 自己觉得因为圣灵光照 因为我们也明白神的话 有的时候觉得自己活得很低 不太合乎神的旨意 但是也不必要过度陷于自责 我说的这个自责 不是正常的自责 是自己定自己的罪 以至于不敢来到神的面前祷告 然后其实这个背后的根源 就是行为主义 律法主义 你就已经离开神的恩典了 因为你总想拿你自己的表现好 来到神的面前 获得某种合法的地位 我之前也讲了 律法 靠着律法的义 不只是一种方式的问题 神的义 而且还是不只是神 自己称罪人为义的行为 还有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 一种地位 我们总想借着我们的行为 在神的面前 以一种坦然无惧的样式 在神的面前 蒙他的悦纳或者赏赐 这个背后铺垫的前摄 这种精神就是律法主义 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我们思想当中这种律法主义的毒素 我们要讨神的喜悦 但是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 在神的面前博得神的爱 即便是这种喜悦 也不过是我们作为儿女 感恩的 自由的 在神的面前因着爱神 愿意顺从他 但是我们要知道 这种顺从 圣徒的顺从 是一生的事情 是永远无法达到完美的 所以单凭这种行为 是不可能获得神的 称义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 因为我自己也是 信主大概十几年 期间 始终是受这种律法主义精神的困扰 然后自己还总定罪 这种定罪 有的时候觉得是好事 是痛悔 谦卑痛悔 有的时候发现是自意 就是那种思考 已经破坏了福音的精神 所以不必为圣徒 过圣洁生活 用律法主义去恐吓信徒 即便恐吓行为规范了 也是法内塞 伪善式的 而不是出于真正自由的 喜乐的 感恩的去伪善 所以大家对自己有的时候 要求的时候 不要用律法主义的方法 当然另一方面 也不要废掉律法 好像可以随便行 然后心安理得的 不要 但是要注意 律法主义式的定罪和良心里面的不安谴责 是两回事 有一种不安是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寻求神的怜悯 有一种不安定罪是让我们远离神 害怕 只是陷入到自责里面 觉得自己不配 然后就远离神 那另一种圣灵光照和责备 虽然有自责 但是懊悔痛悔 仰望神 寻求神的时候 会带来真正的安息 同时会带来 更愿意爱神 去顺从神的话 所以这个差别很大 不是律法的义 而是信心的义 盼望保罗在这里面所讲的 这个因信 从信 借着信而来的这个义 真正在每一个弟兄姊妹的意识当中 心灵当中 包括是 敬虔生活的体验当中 充分的被我们认识 感知和享受 愿神祝福大家 我们这个时间一起来祷告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明白福音的奥秘 晓得上帝在基督里 称我们为义的这个原理 帮助我们从各种 这种人的功劳 律法 主义 或者试图靠着律法 去被称义 被神蒙悦纳的这种 思想中 得以释放 让我们真正 毫无功劳的来到主的面前 让祂的爱 祂的恩典 祂的怜悯 基督的功劳 遮盖我们一切的过犯 享受真正的自由的同时 让祂的爱激励我们 愿意甘心乐意地 过圣洁的生活 过顺从的生活 过祂所喜悦的生活 让我们一感恩的心 来到祂面前 我们这个时间一起来祷告 慈悲天父 我们这个时间 恳求祢来帮助和怜悯 神啊 我们真的感谢祢 我们这些外邦人 天生就不认识神 不敬前 远离上帝的人 主要去蒙了祢的怜悯 借着祢的仆人和使者 传福音给我们 并且征服我们 有效地护照我们 使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 信耶稣为主 信耶稣从死里复活 生命被你得着 并且告白信仰 并且在你面前过礼拜 侍奉你的生活 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 福音的奥秘实在是深广 主要帮助我们不断地去理解 我们是如何谋恩得救的 上帝你救赎我们的计划 和旨意是什么 从而让我们经历到 在福音里面的那个真正的自由 安息 泄去我们一切尝试 挣扎努力 靠着自己的力量去守律法 而带来的那种挫败 定罪 甚至或者有的时候 恣意这种捆绑 让我们真正在福音里面 经历真正的自由和释放 从而不至于 借着神的恩 作为放纵情欲的机会 反而借着神的恩 愿意过神所喜悦的生活 借着律法所启示的 那个生活的规范 让我们靠着圣灵去 行你所喜悦的事情 让我们一生追求 成圣的道路 一生过 活出神恩典的生活 求主亲自帮助我们 由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同在 我们时常心思上 意念上 软弱 彷徨 迷茫 不知不觉 我们的本性里面就会 陷入到律法主义里面 我们自己挫败 自己定罪 以至于心里面沮丧 实际上我们已经偏离了 转离了 那个上帝的怜悯和 福音的精神 陷入到律法主义的里面 求主帮助我们 除去我们律法主义的 这种毒色 让我们真正在 福音的恩典里面 经历到这个自由和喜乐 更好的过你所喜悦的生活 求主的恩典和真理 建立教会 扶持教会 与教会同在 兼顾每一个弟兄姊妹 与每一个弟兄姊妹同在 求主恩待我们 怜悯我们 谢谢主 听我们同心和以祷告 奉靠耶稣基督 圣明 求阿们 天父 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你在基督里面 拣选了我们 并且在历史当中 不断地用着各种方法 甚至律法 将你自己救赎的计划 一步步地 启示和展现出来 求主怜悯我们 今天让我们能够信耶稣 信耶稣是基督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上帝丰盛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与交通 与所有 因着信 单单凭着信 仰望基督里面的义 而来到神的面前 故他所喜悦生活的 弟兄姊妹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远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